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法升起巨大的信心 也可以种下解脱的种子 体验诸佛菩萨净土的殊胜 绕坛臣的功德 亦如绕佛绕塔的功德一般 殊胜庄严 在我们这一次所举办的 马哈嘎拉的法会当中 彩沙坛臣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因为整个法会的修持 就是围绕着这个坛臣来进行的 这样一个坛臣 它不仅仅是一个彩沙坛臣而已 这是如来藏的功德 完全的展现 在这个法会当中 如来藏以马哈嘎拉 也就是本智护主的形象来展现 当然在这样的坛臣当中 我们不会把整尊的马哈嘎拉形象 画出来 而是会象征性的表征来展现 马哈嘎拉 那么一般来讲 护法神的表征 是以其右手所持的法器 来代表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坛臣里面 最为中央的部分 是一只黑色的金刚月刀 这个金刚月刀 在坛臣的最中央 所代表的就是马哈嘎拉 那么在其外围 有着八瓣莲花 八瓣莲花所代表的是 马哈嘎拉的主要眷属 八大护主 而在莲花的外围 有着一个三角形 而这三个三角形当中 有着马哈嘎拉的 最主要的三尊眷属 分别是四面护法神 六臂护法神 跟鸿形护法神 这三尊 而在三尊的外围 再有着三个半圆形 三个半圆形 就是这三尊护法神的佛母 那么在这个之外 有个四方形 这四方形当中 有着八次护法神 或者说八种教次的护法神 那八种教次 连同中央三角形 还有八瓣莲花 跟中央的马哈嘎拉 我们合称为是大乐坛城 以中央由内向外来计算的话 第二个四方形 这个是属于 义与生坛城当中的义坛城 而义坛城它的材质 是由骷髅 旧头颅跟新头颅 三者所购置而成 由外向内来购置的话 最外围是骷髅 接着是旧头颅 再接着是新鲜头颅 以这三种头颅构成了义坛城 那为什么要以头颅来购置坛城呢 因为其清净相的意义 分别代表着 头颅是法神 旧头颅是报神 而新鲜头颅所代表的是化神 因此这个义坛城 它所表征的意义就是 三身清净所显现的坛城 而在坛城的内部 有着粉白色的图案 这个所代表的是脑浆海 脑浆海它的含义是法界体性质 法界体性质 在还未清净之前 是属于贪真吃当中的鱼吃 鱼吃进化之后 就变成了法界体性质 而法界体性质以形象 在这个马哈嘎拉坛城当中 显现时就会变成是脑浆海 而三身的义坛城 骷髅材质的义坛城 则是构筑在法界体性质 所显现的脑浆海上方 接下来这是属于羽坛城 羽坛城的话 主要的是以女性护法神 作为守护神 因此在这当中 有所谓的金刚六十四位使者 还有护煞的三十二尊等 这些护法神 比较耳熟能详的 为大家所知的 像是吉祥长寿天女五姐妹 或是金刚玉灯女 或是称为金刚翡翠灯女等 而这个羽坛城本身宫殿的材质 是由三色的模拟堡所形成 分别有白色 有红色跟蓝色等 这样的模拟堡 由模拟堡所构筑而成 为第二层 由外相内属的话 是属于第二层的宫殿 在这样的宫殿内部 则是由邪海所围绕着 或者说这个羽坛城 它是构筑在邪海之上 一般如果只听到邪海 会觉得不可思议 为什么要构筑在邪海之上呢 其实所有的坛城 我们都必须以清净向来看待 外相是邪海时 它的根本意义指的是 贪欲清净而后所显现的坛城 所以一切轮回的根本来自于贪欲 所以当贪欲清净时 那么就构筑成了 这个由三色模拟堡所形成的羽坛城 它是这样子来形成的 那么在外围我们有看到一些 在黑色的颜色上 有着白色的像是宝珠一样的图案 这个我们称为是阴落 也就是作为在坛城的墙面上 所装饰的这些饰品 这是有着它这样的一个意义 那么在四门 就是我们刚才所提过的 是由女性等护法神来守卫者 包含着金刚使者六十四尊 以及护煞女神三十二尊 而在这个坛城的前后左右 各有四门 在这四门当中 也是由主要的女大护法神来守护 像是在东门是轮回之王 简称为有王来守护 而在南门则是由吉祥长寿天女 作为主尊来守护 至于在西门的话 则是由金刚翡翠灯女来守护 在北门则是由窟窿 我们也称之为是坟林祖母 来加以守护 以女性的护法神来显现的意义是 基本上在密法里面 女性是由空性所显现的 所以空性母不是别人 空性母是我们内心本质空性的彰显 空性以形象来显现时 就变成是女性的形象 因此以女性护法神来守护宇坛城 而宇坛城在金刚布 莲花布 宝布 结魔布等 还有佛布等这五布当中 宇坛城所代表的是莲花布 莲花布也是贪欲清净的象征 因此在这个坛城里 我们刚才应该有说到 是构筑在邪海之上 这个邪海基本上是贪欲的显现 当贪欲进化时就变成是妙观察制 而妙观察制在这个坛城当中 就以邪海的形象来显现 所以基本上宇坛城 它就是三读当中贪欲清净的象征 再来是最外围的四方形的深坛城 这个深坛城看起来 似乎是就这么一点大小 实际上这样的深坛城 是连整个虚空都容纳不下的广大 而在这样的深坛城当中 它囊括着整个三界六道当中 所有的神明 不管是大饭天也好 乃至于到地狱里面的任何一个鬼神也好 全部都囊括在这当中 所以虽然说在遗鬼里面所说的是 在这个深坛城当中 有着天龙八部各部的护主所守卫着 但实际上每个护主都各有其眷属 每个眷属又各有其眷属 所以这当中的神明是无量无边的 而且这里面也不是只有一位神明而已 我们要有的认知是 所有的虚空当中一切的世界里面的每一尊神明 可能如果是太阳神的话 那么就有这千百万亿尊的太阳神 都必须囊括在这里面 因此我们要理解就是 整个坛城只不过是一个象征而已 就像是马尔巴义师所说的 属于能权或说能与表征的 辟喻谈成 这是用白话来讲 这是打个比方跟你说 这里面有什么而已 实际上就像是佛的功德 无量无边一样 这个谈成里面的装饰 里面的内容 内涵也是无量无边的 因此在这外围的谈成当中 如果就仪轨里面所说的神明来讲 这里面含有着天龙八部的 每一部当中的护主 像是天人护主 就是一般我们所理解的大字在天 这当中还有着他的眷属 然后像是龙族的护主 像是魔部的护主 像是心耀部的护主 像是鬼王部的护主 像是麻木部的护主等 这些护主都是无量无边的 守护在这个深谈成 也就是这个谈成的最外围 那么他们虽然看起来形象不一 可是实际上跟最内部中央的 本质护主是无二无别的 在这个深谈成当中 当然守着门的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八大护主 那么这个谈成主要的 是以五种材质的宝石来形成的 分别最外围是白宝石 然后是黄金 然后是红宝石 然后是绿宝石 以及琉璃等 以这五种颜色的宝石 来构筑成这一座深谈成 那么深谈成本身建筑在 我们从这个谈成来看 可以发现它是在外围有着 像是象牙一样的 前后左右有着象牙一样的 这个造型 最下方我们看到是蓝色的 然后在画面的左边 我们看到的是黄色的 然后在画面的上方 也就是西门的部分是红色的 最后在画面的右边 也就是在北门的部分是绿色的 这看起来像是象牙的造型的 这样的宫殿 其实基本上它不是象牙 它是金刚柱 它是我们讲的十字金刚柱 这座宝殿 这座宫殿 建筑在十字金刚柱上面 但实际上并非是真正的金刚柱 摆在宫殿的上方 而是因为金刚本身有着七大特点 有着这七大特点的缘故 因此我们的宫殿盖在这上方 七大特点是哪七大特点呢 无可断 无可坏 真实 稳固 坚定 无有阻碍 它不能坏 或是说它不能败 因为具备着这七法 因此以金刚柱来代表着它的地基 也就是它的地基稳固 不会被任何的外力所伤害 本身也坚固无比 而这就是这个坛城的地基 那么在这金刚柱的外围 我们看到有点像是花纹一样的绿色的造型 其实这个是莲花的花蕊 在这个外围我们可以看到 像那个花瓣一样的造型 这个所代表的是 如果以整个坛城来讲的话 这个坛城最主要 它的最下方 那么是风大 然后是水大 然后是火大 再来是地大 在这地大的上方 就出现了一座巨大的须弥山 须弥山的上方 有着莲花 有着牵绊的莲花 莲花我们知道中央一定会有着花蕊 就在这花蕊的正中央 有着一只十字的金刚柱 而在这十字的金刚柱的上方 才有着这一座马哈嘎拉宫殿的行程 所以我们以这样的概念 来看这个行程的坛城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 这座坛城虽然说 它看起来是以宇宙最广大的物体 来构筑建造 实际上所代表的是 我们的心量是无比的宽广 在这样无比宽广的心量上方 我们构筑出自己佛性的功德 以最坚韧无比的佛性功德 来完成这个坛城的建筑 再来是所谓的八大师陀灵 八大师陀灵虽然看起来是师陀灵 或者说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坟场 这是印度著名的八个大坟场 但实际上这是贤结七佛为主 然后再加上未来佛 弥勒佛等这八佛的净土所围绕着 所以说这个坛城基本上非常的殊胜 而佛的净土在这个坛城当中显现为师陀灵的形象 每一个师陀灵当中都各有一个设立塔 然后当中也画有观修师身法的行者 这在在地都表示着与空性与解脱有关的内涵 那么在最外围则是有着五色的火焰 这五色的火焰看起来像是平面图 可是实际上它是像球一样的 整个围绕住马哈高拉的坛城 如果以它的层次来看的话 最内圈是红色 再来是蓝色 然后是白色 然后是黄色 最外围是绿色 而这样区分的原因是因为以五读来说 最里面或者说最头先的是贪欲 然后是称怒 然后是愚痴 然后是我慢 最后是嫉妒 当这五读被净化之后 那么就显现为五字 而五字以火焰的形象显现时 就会变成五种颜色的火焰 以火焰来作为坛城最外围的护轮 以此来保护整个坛城 而实际上保护整个坛城的意思就是 当你具备着五字时 没有任何的外脏 没有任何的外魔 可以来摧毁你内心的如来脏 你内心的佛性 所以与其说五字在外 不如说从内到外皆是由五字所显现 只不过在外围显现为火焰的形象 来保护整个坛城而已 最外围的火焰 我们刚才提到说这是五色的火焰 而五色的火焰 其实不是真的有什么火在燃烧着 这是我们内心的佛性 以五种的智慧展现时 显现于外就成为了五种火焰 以五种智慧来抵挡外来的一切的侵扰 当然在外相显现时 会出现标示着五种智慧 各自所代表的颜色 因此假设说 真的可以具体地来看着这个坛城时 我们会看到整个坛城 它会像是一个圆球形 或者说像是一个鸡蛋形状的坛城 旋立在这个宇宙当中 而它的外围就是绿色的 绿色的这个火焰 所代表的是成所作制的火焰 也就是能够承办一切事业的智慧 那么在这里面 由外往内推的话 那么就会是黄色的火焰 这是平等性质的火焰 再往内推是法界体性质的火焰 这是白色的火焰 再往内推则是大圆静置的火焰 这是蓝色的火焰 再往内推就是红色的火焰 而这红色的火焰 它代表的是贪欲清净的象征 那么在这样的火焰当中 观想这样的护轮也好 观想里面的坛城也好 我们要理解的是 外围微猛无比 而里面却是柔软异常 里面是非常的疑人 而外围则是微猛恐怖异常 以此来作为护轮的代表 虽然说这样说起来 似乎非常的恐怖 但是实际上 这样的坛城 它并不是外道的杰作 它也不是非佛教徒的异想 其实我们一直所强调的 一个重点就在于 这是明觉的展现 所以这样的坛城 只要是懂得坛城构造的人 它一定可以借由学习 而绘制出这样的坛城 但是这样的坛城 要发挥出它的作用 真正的彰显出它的功德 是必须要借由观修者的力量 才能够出现的 瑜伽是 他将自己的内心 契入本有的明觉时 由明觉所展现出的力量 能够寒阔整个虚空 囊括三界六道 因此在这三界六道当中的 所有的鬼神 无不在他的掌握当中 在这之前 我们是被鬼神所迷惑的 我们是有着二执的 我们是以自我为主的 但是当契入明觉之后 以自我所构筑出来的幻境 完全地被破灭 这个时候自己是自己的主人 这就好比像是太子 流落民间时 他不知道自己尊贵的身份 而被一些仆人所欺悟 但一旦他认知到自己的身份 是太子 他能够掌握 他的原本的身份地位时 之前欺悟的那些 他的那些人都完全听命于他 所以一旦我们能够契入明觉时 之前迷惑我们的那些幻境 障碍我们的那些烦恼 都会臣服成为我们的 修行上的助援 这个时候就是马哈嘎拉 真正的力量的展现 而这也就是我们要构筑出 这种谈诚来修持的 最主要的原因了 所以这个谈诚的显现 并不是无所事事的 要把这样的谈诚 摆在中间 然后用一些迷信的 没有任何意义的仪式 去修持 并不是的 我们是真正的理解到 这是由自己的内心 所展现的功德 为了确实地开显这样的功德 彰显这样的力量 因此我们契入谈诚的本质 我们确确实实地 以明空不二的理解 明空不二的物境来谈诚当中 确确实实地生起 马哈嘎拉的形象 确确实实地让 马哈嘎拉的力量 能够普及整个世间 能够带给众生安乐 能够消弥一切的苦难 这也是我们这一次法会 破明闲置 最主要的诉求 谢谢大家 沙坛城的绘制 依照经典记载的比例打上底稿 然后由内往外扑杀 象征万事万物 由本性升起 而谈诚的外在意义 是指诸佛菩萨 本尊安住的净土宫殿 内在意义 则是众生新的情景象 法会结束后 宋圣 然后分解谈城 由外向内 最后融入本性 整个沙坛城 从制作到分解 亦象征万事万物的生命 是极其自然的循环 而沙坛城 难见一回 美丽脆弱 转眼就消失 最能具体的解释 再起世间的虚幻无常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紧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 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平东廟云寺 高雄生命书坊 联合举办 消灾祈福法会 祭礼拜 弥陀宝灿 护生 蒙山诗诗 恭请 赞山法师 赞江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组法 日期2月6日 正月初六 星期日 上午9点半 地点 平东 庙云寺 平东县万丹乡 兴安村 大兴路 175号 恰寻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 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 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